市政署提提你 供應或使用未依法衰售檢疫食品 最高可備罰款60万 现在时间是 晚上7点 欧民电台一节新闻简播 本澳一名19岁女学生 在北京确诊新冠肺炎 卫生局传染病防债基 疾病金十部协调原良疫好获 今天接获国家卫健委通知 一名19岁本澳女学生 在北京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这一名女学生在美国 经韩国首尔再度北京 在北京地毯医院确诊 良疫好获 特区政府已经和国家卫健委联络 希望有关方面 可以提供患者更多资料 以及任务需要协助这名女学生 据了解 这名女学生 正在北京一间相当不错的医院 接受治疗 身体情况仍待了解 如果她有需要 可以向本号求助 当局会尽力提供支援 旅游局执照及监察厅厅长陈奥表示 局方近日接获大量 正在指定酒店 接受14日隔离医学观察的学生需求 以及大量监掌 想看望正是医学观察的子女 和宋物资的要求 陈奥希望社会明白 政府尽力做好各项防控措施 过程中可能造成大家不便 希望可以本住为己为人 以及为了社会 克服这些暂时的不便 教掌应该尽公民责任 并且相信子女会从这些经历中有得着 陈奥说 这几日大量反澳流学生 入住指定酒店接受医学观察 酒店的人员面对巨大挑战 不断长时间工作 除了每日要为入住者探热 也要单独送亲 同时尽量满足入住者的需求 例如马药等 高教局高等院后协调厅厅长丁小雄表示 在停课期间 不少高等院后一直都有以各种方式 例如是网上的学等 因此高教局建议 停课期间按照院后指导所进行的学习 应该加入相关科目所要求的学习量里面 包括可以替代相应的面秀时间 并应续为该科评合考量因素之一 至于任界毕业生实习方面 建议院后应该对已经完成的实习时数 予以认可 而给予不足的时数 或者尚未开展的实习 可以考虑以个案分析 同大家报告 或者其他有效方式替代 若任界毕业学生所修毒学科 涉及专业认证 例如工程和护理等 希望各个院校慎重主理 应该同认证机构初商 替代实习要求的可行方案 正是实习的学生 应该评估学生持续实习的安全性 以决定实习是否中止 暂言或者继续 实习中止所缺时数 可于收毒期内保回 特区政府决定 维持现时毕业管理业务的清洁及保安局员 最低工资金项水平 即是按照每小时计算为32元 每日256元 按月就是6656元 务工局说 参考统计局的资料 去年上半年 根本经济按年实质收缩2.5% 结束自2016年第三季 至2018年第四季 连续10个季度价经济增长 数据反映经济下限压力升均 特区政府在平衡各方因素 包括综合考虑经济状况、营商环境 雇主及承受能力 同顾原价失入水平变化之后 作出有关决定 政府较早前已经向社会协调上次委员会 劳资双方代表 简介2018年一行业两工总最低工资 实施及检讨报告 劳资双方代表 对最低工资金项水平 全有不同意见 在北京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博弃美国官员有关中方分享疫情讯息 不够公开透明的言论 是网顾事实跌倒黑白 自出中方自1月3日起 定期向美方通报疫情讯息和防控举措 及时开展技术合作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受访时刻 亦说中方分享的数据有助美国抗击疫情 更爽说 美方一些人近来处心职内 将新冠病毒和中国相联系 不断对中国较污名化 企图向中国推卸责任 做法无事中国人 为维护人类健康安全 作出的巨大供欠 期望美方尊重客观事实 和国际公认 做好自己的事 停止分手为患 覆手为悦 停止大会他国 转言责任 为各国围守抗击疫情 发挥建设性作用 新闻简完毕 本下次报道新闻时间是8点 梁仔嘉德士游站 竟已投入服务 带给你全新的入油感受 嘉德士特约天气消息 谢谢新闻部同事 今天天气受着一股偏南气流影响着 当云有几阵骚雨 有薄霧和霧吹易度 三级冬至东南风 天气比较潮湿 当云短暂时间 有阳光有一两阵骚雨 早上会有霧的 吹易度四级南至东南风 气温是介乎在最低摄氏20至最高的24度 相对湿度介费85%至100之间 预测最高纸外线指数是4级 属于中等 现时的声温气温六度 摄氏20度 相对湿度95% 吹易度四级 或者直接去到郊外 实行欣赏到够 拍到够 如果要在葡萄牙看花 可能很多朋友都会立即想起 Madeira 马德拉群岛这个地方 马德拉群岛是一处受欢迎的 全年的度假性地 每年大约有100万游客到访 是当地人后的三倍 究竟有什么吸引游客来到这里呢 相信应该都离不开花的了 每年的春季 马德拉为了庆祝春天的到来 都会举办Feste de Flores 意思即是花节的意思 地点就是在马德拉的首府 Funchal封沙尔 花节的活动一般会为期很多日 分别有花卫展览、巡游、音乐会等等 而巡游也有安排在不同的日子 有小朋友的巡游、大人的巡游 打扮都好像花一样漂亮的表现者 和粉饰得漂亮漂亮的花车 都会在街上穿梭 场面非常热闹 除此之外 街上随处也可以见到花地毡 大家可能都会问 什么是花地毡呢 其实就是花节的期间 一幅一幅在地上用鲜花砌成 好像地毡那么漂亮的艺术品 简直令你觉得 自己好像置身在花的世界一样 其实这个Feste de Flores的起源 可以追索到1954年 当时举行的花节的名字 就叫做Feste de Rosa 即是玫瑰花节的意思 直至去到1979年开始 马德拉的旅游局就正式担任 每年花节的主办单位 将这个花节办得更加具规模 更加精彩 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到访 至于今年花节的举办日期 就将会由4月30号 去到5月24号 不知道这段期间 大家有没有打算 会去葡萄牙呢 就顺便可以参加这个Feste de Flores 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 我们下集再见吧 Adulge Bonfinsman 如果想拿我们节目的文稿 大家可以在节目播出之前 两个星期 去到教育器青年稿 核下的各个中心 中心学习服务站免费索取 4月17至19号 第16届澳门家司建材博栏 同第4届网上救物加联华 线上线下全面大放松 惊喜多到客气你 澳门小帮提提你 今天是农历2月27 为推动澳门酒店业认识 环境管理的重要性 表扬已经采立环境管理概念的酒店 由环境保护局主办 旅游局协办 并获澳门酒店旅业商会 澳门酒店协会 澳门生产力气科技转移中心 以及澳门酒店旅业职工会支持的 澳门环保酒店长活动 一直以来深受业界的支持和认同 透过参与奖项提升酒店环保形象 长情请浏览环境保护局网站 或自电2876-2626查询 阿女,不如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好,妈咪 让我上旅游危机办网页 出一下旅游警示 你所谓分为三个级别的旅游警示 第一级表示 目的地出现威胁 我们要提高警觉 第二级,威胁提升 要重新考虑非必要行程 第三级表示 极度威胁 要避免前往 那你帮忙买博覆盖旅游警示的旅游保险吧 哇,有没有搞错啊 什么事啊,妈咪 明明走前一点就有个垃圾房 但是人们就把垃圾堆在楼下转角位置 很影响环境维生的嘛 妈咪,不用愁啊 我们只需要用手机映下这个情况 再上载到市政在线反映意见 专闸部门收到个案之后会即时跟进 我们还可以在市政在线查询个案的最新处理情况 那又多方便啊 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市政在线的资讯 可置电2833-7676查询 以上资料由市政署提供 防火措施做到足 楼宇安全响乐福 消防局提提你 切密将电单车停泊在大厦门口 阻碍逃生 你好,有什么帮到你啊 你好啊,我想开设饮食场所 选舖位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些什么 首先,选的舖位要是商业用途 或者获发公务局著名 可开设饮食场所文件才行 在地库第二层或者以下的单位 都是不会获发饮食牌照 而舖位是不可以有非法工程的 也要求和鄰近建筑物有足够距离 那油烟就没那么容易影响到街坊了 收到 如果遇到一些复杂的技术问题 可以怎样 如果遇到技术而难 欢迎透过市政署一站式 发牌服务的技术会议 才将问题理讯再落实决定 而第一次会议还是免费的 还有,店铺装修的时候 必须严格遵守以核准的方案 修改有可能导致延长发牌时间 所以一定要事前做好规划 如有疑问 可以浏览市政署网页 或致电28337676查询 市政署愿意共建美好城市 特区政府为促进本地消费 振兴经济 推出电子消费卡 凡持有有效或可续期的 澳门永久性或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证人士 好于3月18日至4月8日 透过金融管理局网页进行登记 成功登记后到4月中旬 请按以选定的日期和时间到预约地点 领取3000澳门元的电子消费卡 电子消费卡使用期由5月至7月 详情请浏览经济局消费布贴计划专业 或致电63261676 三地月费好贵哦 怎样选啊 当然是用中国电讯两地月费 还送你六次香港上网 适合就不时去香港用啦 还不是两地月费三地享受 这么划算 还快点带外转台 中国电讯好很多 FM100.7澳门电台 www.tdm.com.mo网上直播 听时代 听记忆 听经典 声嘻一大班智 读到好朋友 Hello 大家好 我是关英杰 是澳门土生土长的设计师 和文艺术家 今次我会为大家介绍 我挺喜欢的一本画集 它的书名就叫做 《亚整画戏》 《中国戏曲人物画集》 为什么我会选这本书呢 因为这本书是很特别 你说它是水墨 漫画还是故事本 我可以说 全部都是 一本以中国水墨手法 结集以代漫画的简笔表现 中国戏曲为题材的作品集 书中所包含的内容 分别有 粤剧 京剧 坤曲 和潮剧 我们熟悉的武宗大夫 三英战雷暴 中葵家梅 卯丹亭之惊梦 齐天大乘 大闹天公 白蛇转 胡不归 等等等等的著名曲目 每幅作品为一篇故事章节 亦附有说明文字 内容丰富 风格独特 好了 让我介绍一下作证 阿正是他的笔名 真名叫陈伟辉 本土的艺术家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 开始创作生活漫画 通常可以在广澳 报刊 雜誌 见到他的作品 由1998年开始 转研水墨漫画 直到现在 之前曾经都出版过两本 画集分别是1999年 和2099年出版 今次是他个人的第三本作品 静静地说 作者图给这本书 已经用上了十年的时间 从过千章的作品之中 挑选出 一百一十幅放在书里面 可想言之 作者对自己出品是极其严可 如果大家遇到这本书 不妨欣赏一下 《亚正画戏》 《中国戏曲人物画集》 《升丽一大班之》 读到好朋友 提提你立刻登入 《升丽一大班》的Facebook专页 可以知道更多有关书本的资讯 O广市关注疫情 亦关心你的生意经营 非常时期 我们为中小企业提供非常优惠广告套装 制作联播出 专享价格低至1500 我们的收视收听本地最强 接触率超过九成 帮大家转危为机 一起益漏而上 快点打来8599-4840 欧广市帮到你 提提你 未实名登记的CTM预付卡客户 记得在4月20号前上CTMBuddyApp登记 现在时间是 晚上7点16分 每个小周末 星期五晚上7点到8点 在繁乔的都市里面 让我们一起放下急速的步伐 享受片刻凌静 澳门电台Happy Together 我是李心仪 开始今晚Happy Together的节目时段 晚上7点17分钟了 眨眼一个小周末又都 星期五的晚上好像有少少微雨 就像漂浮于七分钟毫无热点 走到某个降落点 而你仿佛地顺前变大红红远点 等到与我相见 向地面我尽量冲前 无论涌进气力地糾纏 还是东西快乐富有目标不变 人在滚空一切是吗 就如万块彩色的旁客 当你在这刻突然荡山 我在战斗中分身碎关 我定要降落山降落你心 伤及能处击击你永久勇猛 感到才活上活缺恨才能得永生 要是这降落山意外发生 使我流落空涌海中山 一切等到你目光那份热量 从获体 是你的空口极阔大鱿如晴空 及我放纵去暴风 而我仿佛一夜再转动人如零空 早已爱到失踪 最没自信我悦的人 从未自认与别不同 还是迹着美丽戀爱 就变得英勇 人在半空一切是吗 就如万块彩色的薄荷 从未在这刻突然当心 我在战斗中分身碎关 我定要降落山降落你心 伤及能处击击击你永久勇猛 感觉才活上活缺恨才能得永生 要是直光陌生意外发生 使我流浪空涌海中山 必须等到你目光 那份热能重获身 心已有时间 而记得GLulu 否计划 能够选择 1 2 2 我想你和我都有一样的感受 一个星期五 一个星期五这样过去 每一个星期见大家的时候 就是一个星期差不多结束的时间 回来节目的时候 刚刚和诗远做了一个简单的录音 知道他在节目里面有一个新的环节 叫做读到好朋友 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推介 因为阅读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我记得在Happy Together的节目里面 我曾经也有跟大家说过 以前不喜欢阅读的 觉得很闷 觉得好像很没意思 但是原来有一些兴趣 可以透过一两次的接触之后 你自己会呆上了 例如阅读也是 所以今天陶诗远做了一个简短的录音 关于读到好朋友的这个环节 至于我介绍哪本书 今天当然不说 这是做节目的法则 留下等他出宣传的时候 大家就会知道 究竟李心仪在读到好朋友的环节里面 推介什么好书给大家 说到阅读的好处就是 如果你身边有些朋友 他自己都喜欢阅读的 一起出来吃饭的时候 然后很自然就会把话题 制作在彼此阅读之间 读到的乐趣 或者是自己的好书分享 如果对方喜欢你的推介的话 你会觉得很开心 就是好像自己的 自己的兴趣 或者自己喜欢的那本书 得到共鸣的感觉 所以如果喜欢阅读的朋友 我想大家都会知道这种乐趣 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读书会 I love you so 就跟我走 算不清楚走错了多少的差路 我终于领悟爱一个人 努力更需要天赋 天真以为抱住你 你就留住幸福 事实证明我太糊涂 但我不怕付出 So I say come away Come away with me 我的双手为你遮蔽 寂寞的暴风雨 So baby come away Come away with me Come away with me I love you so I love you so 在你的耳边说 爱我 爱我 I love you so I love you so 想找一条能逼着往幸福的路 I love you so 明明终点在不远处 我们绕得好辛苦 我们绕得好辛苦 So I say come away So I say come away Come away with me 我的双手为你 我的双手为你遮蔽 寂寞的暴风雨 So baby come away So baby come away Come away with me I love you so 爱我 爱我 在你的耳边说 爱我 爱我 就算证明我太普通 但我不怕付出 So I say come away Come away with me 不能忘记 不能放弃 但和你在一起 So baby come away Come away with me I love you so I love you so I love you so 好想再听你说 I love you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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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點半之前,我們有Morreo 有Romeo的穴界 應該一早就怨你 組織這戀愛與禁忌 都沒有信心出手被慶慶祝我你 無奈我亦無福氣 結界嗎? 昨天親你的飯 結界嗎? 所以突然被撇下 所有疫情早蒸發 臨別一刻一眼 我們偶遇 我們碰面 我們決定 如若相亂 或是不至分清界線 今天開始殺鳥吧 傷口始終會結吧 針一杯冰水的你眼光 冰冷明是結局 無可玩 應該清楚解釋吧 偏偏這感覺難放下 當我想找到一個折衷方法 無奈努力 全早探 結界嗎? 沉一灰水的你眼光 所以突然被撇下 所有疫情早蒸發 分別一刻,一人 若我太過失禮 同行街從你都羞愧 若我爽快告別 你會永遠矜貴 別說,愛我一世 誰人都可及某位吹奪 活躁我們的世界更多快 成一生你執法 所以突然被撇下 所有疫情早蒸發 能別一刻 回目一眼 我們偶遇 我們碰面 我們決定 如若相亂 我自不自分清改善 非常好聽 我們澳門的Romeo Charles 粵街 提提你 未實名登記的CTM預付卡客戶 記得在4月20日前上CTM Buddy App 登記 現在時間是 晚上7點半 普通話新聞 澳門電台新聞及資訊節目科製作 晚上好 歡迎收聽普通話新聞 本澳一名19歲女生在北京確診新冠肺炎 衛生局傳染病防治及疾病監測部協調員梁一豪表示 今天接到國家衛健委通知 一名19歲本澳女學生在北京確診感染新冠肺炎 這名女學生從美國經韓國首爾再到北京 在北京地毯醫院確診 特區政府希望國家衛健委提供患者更多資料 並了解這名女學生是否有其他需要 衛生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協調員梁一豪 在本台時事節目澳門講廠中表示 越來越多身處海外的本地居民回澳 醫學隔離的第三間指定酒店已滿 第四間指定酒店準備就緒 指定酒店的考慮因素受限於需要全封閉 因此不能使用綜合式酒店 選擇較少 不排除未來的指定酒店會比較接近民居 有聽眾擔憂第三間指定酒店 位於蕩仔的麗井灣藝術酒店靠近民居 梁一豪致電節目回應時重申 新冠病毒主要由飛沫和直接接觸傳播 目前沒有證據顯示經過空氣傳播 地井灣酒店距離最近的民居有26米 有研究顯示 傳染病大樓與民居距離7米便已足夠 因此不存在附近的居民受感染的可能性 無需擔憂 他同時強調 入住指定酒店的人士不是密切接觸者 之前可以居家隔離 目前是為了集中管理 減少居民的憂慮 特區政府今天開始 借了位於陸環有208間客房的陸環海天度假酒店 成為第四間用作醫學觀察的指定酒店 旅遊局表示 特區政府會繼續努力爭取借用更多酒店做醫學觀察 在選取過程中一定會咨詢衛生局的意見 將風險降至最低 旅遊局執照及監察廳廳長陳璐表示 近日接獲大量正在指定酒店接受14天隔離觀察的學生需求 以及大量家長想探視醫學觀察中的子女及送物資的要求 陳璐希望社會明白 政府盡力做好各項防控措施過程中可能會造成大家的不便 希望可以本著為己為人為了社會克服這些暫時的不便 家長應盡公民責任 並相信自己的子女會從這些經歷中有所成長 陳璐表示 這幾天大量訪澳的留學生入住指定酒店接受醫學觀察 酒店工作人員面對巨大挑戰 需要長時間工作 除了每天為入住者測量體溫還要單獨送餐 同時盡量滿足入住者的需求 例如買藥等 高等教育三類學生4月1號開始分批有序復課 高教局高等院校協調廳廳長丁少雄表示 第一批復課的六家院校涉及22個課程共684人 佔全澳院校課程的7.3% 佔全澳高校學生的1.9% 丁少雄表示 旅遊學院 保安部隊高等學校和 靖湖護護理學院將率先於4月1號複課 其後有理工學院和管理學院 將於4月7號複課 盛若瑟大學將於4月8號複課 其中旅遊學院複課的課程最多 一共是7個課程涉及155名學生 丁少雄重申 復課以師生安全為最大考量 經過諮詢高等院校意見 認為有必要和責任考慮學生的學業進度 讓最有需要的學生分階段 在保障安全的情況下復課 旅遊局執照及監察廳廳長陳璐表示 澳門航空決定承擔 接载在湖北的澳門居民 首班包機的所有費用 履行社會義務 特區政府表示感謝 這班包機本月初 共接载57名在湖北的澳門居民回澳 所有人經過三次核酸檢測 全部呈陰性 同機的醫護人員 旅遊局員工和機組人員 也沒有出現任何症狀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記者會 介紹內地精準防控科學管理 及有序恢復正常醫療秩序工作的情況 國家衛健委規劃司司長 毛群安表示 目前全國屬低風險限域已佔98% 各省份正加快向全國一體化平臺 匯聚防疫健康資訊的目錄 讓民眾作為出行憑證的健康碼 互通互認 衛健委疾病局監察專員王斌表示 因應境外疫情成快速上升趨勢 輸入病例明顯增多 已經要求各地在鞏固境內防控成效的同時 做好防範境外疫情輸入的工作 衛健委醫改醫管局監察專員郭彥宏表示 支援湖北的醫療隊本月17號開始陸續撤離 截至今天已經有1.2萬人撤離 他們主要是在方艙醫院和非重症定點收治醫院工作 以上就是今晚的普通話新聞 感謝您的收聽 本台下次普通話新聞的時間是明天早上7點30分 普通話新聞 澳門電台新聞及資訊節目科製作 各行各業在非常時期如何轉危危機 CTM推出疫境好幫手 助理數碼轉型推高營業壓 現在的天氣是 上海氣溫20度相對濕度98% 明天的天氣預測大概是這樣 會比較潮濕多雲暖暫時間 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 早上會有霧的 催移到四級南至東南風 氣溫在最低20至最高的24度 相對濕度計分於85%至100之間 預測最高的正外線指數是4 級別屬於中等 你好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 請問有甚麼幫到你 如果自己或家人受到賭博問題困擾 請支點由社會工作局支助 聖工會的24小時賭博輔導熱線 2823-0101 曾鮮恐後易碰撞 誤人誤己無違博 交通廳呼籲市民 行車時互相禮讓 可減少事故發生 李太 之前你說想找個家蓉幫忙 找到人了嗎 找到了 他明天就會開始上班了 提醒你 記得家蓉開始上班 就要即時跟他簽書面合同 我會的 大家清清楚楚保障雙方 還有甚麼需要注意的 出糧要直接傳入他的澳門幣戶口 而且每次出糧要給一份糧單家蓉 你不說我真的不知道 我以為就這樣給現金受得 就算未過試用期過30天 如果你不想再用它 你要給回程機票或車費 是嗎 我以為過了試用期之後 解僱才要給 不是的 任何情況下終止工作關係 都要給回程費 如果想了解多些 可以打勞工局法律諮詢熱線 請問一下 2871-7810 問一下 你知不知道 在淳仔開的 離島政府綜合服務中心在哪兒 當然知道 我住在附近 經常去辦服務 離島政府綜合服務中心 就是淳仔歌英布拉街 225號3樓 中央公園對面 淳仔警司處後面 那中午辦公嗎 當然辦公 中心的辦公時間 是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點至下午六點 中午照常辦公 如果我想了解更多資訊 可以在哪裡找到呢 可以致電2842-1212查詢 或者瀏覽網頁 www.csraem.gov.mo 以上資料由市政處提供 交通事務局提提你 過馬路的時候 要先站在安全的位置 看清楚左右兩邊有沒有來車 確定安全先好過 千萬不要站在行人路的邊緣 或者自顧低頭玩手機 以防一時分心造成意外 謹記自身安全最重要 安全落出行 切勿失失雲 歐廣市與你逆流而上 中小企業非常優惠廣告套裝 製作連播出價格 低至158 我們的收視收聽本地最強 接觸率超過九成 助理的生意折折上升 廣告熱線8599-4840 在8599-4840 每個小周末 星期五晚上7時至8時 在煩囂的都市中 讓我們一起放下急速的步伐 享受便黑寧靜 澳門電台 Happy Together 我是李心儀 現在這個時間 仍然在抗疫期間 所以大家少出門一些 少點聚集 少點約在一起吃飯 可以試試視像 聊天 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但在家裏做甚麼好呢 真是各式其式 有些人在家裏做運動 不外出做運動 就留在家裏做一些室內自己的運動 或者做一些挑戰 現在都很流行的 我知道 身邊有些朋友 或是同事都在做 都是朋友 除此之外 我又知道 有一些朋友 他們就會 煮食 在家裏 平時都很少下廚 又或者很少做甜品 但因為抗疫期間 在家裏 就不如學一下吧 結果原來發現自己 真的有天分 可能之後 就喜歡想想 回復正常 生活之後 他也會隔不中做甜品 發掘了自己的優勢 還有就是 剛才聽我們的新聞部同事 做節目的時候 有一張相片拍下來 看到我們的地球乾淨了很多 哇 這個真是 在這個年度裏面 最好的消息 一陣以來聽到的訊息 都是說 地球村被污染 又或者 有一陣的薄霧在蒙著 但是 看到這張照片 雖然我沒有看 聽到他們說 看到這張照片之後 我自己也覺得特別高興 真是值得高興的消息 有時候 很多事情 我們不能夠一面去看 我們要在不同的角度 去看這件事 去理解它 去明白它 這個一道 都是一種生活的方式來的 說完吧 抗疫期間 建議大家不要出門 不要聚集 不要約很多人一起吃飯 多數都是在家裡吃飯 是不是 其實在家居上面 都應該要有一些衛生的常識 大家是要知道的 譬如說 在家裡吃飯 媽媽會夾送給自己的子女 或者子女會夾送給媽媽 主義此類老婆 夾給老公老公 和老婆 總之那隻筷子 最好用功筷 家裡也是和 還有那隻匙羹 那隻匙羹 你凸起了 那個 蒸水蛋 放進對方的碗裡的時候 如果你接觸到的話 都盡量不要用它 是不是很麻煩 當然不是 什麼重要 生命重要 成長的夜的到底還黯然多久 閃爍日光的原來它就是種煙火 感覺到的春風下雨 隱藏在雙眼 就這樣迎接著真語 說好了暫緩再繼續 I'll stay with you 再怕不再舒服 寫下無助的第一步 上長的夜的到底還黯然多久 閃爍日光的原來它就是種煙火 感覺到的春風下雨 冰沉在雙眼 就這樣迎接著真語 最冷的天也會離去 I'll stay with you I'll stay with you 等待著日出 不想說多累 多辛苦 總有人會知足 Stay with you 明天更清楚 直到有一天 直到有一天 才幸福 還怕不再收服 寫下無助的一步 寫下無助的一步 Stay with you 等待著日出 不想說多累 多辛苦 總有人會知足 Stay with you 明天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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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有一天 才幸福 還怕不再收服 明天更清楚 族愛就算更貼 寫下無助的一步 FM100.7 澳門電台 www.tdm.com.mo 網上直播 聽時代 聽記憶 聽經典 族愛你 澳門電台 澳門電台 妙上直播 群體 當便是 滿足的 主持人 負責 操縱 新交流 到達 1500 保安 承認 收听本地最强 接触率超过九成 帮大家转危为机 一起亦留意想 快点打来8599-4840 欧广市帮到你 是谁在寻找不同的位置 是谁在空去复杂的城市 轻换的来回的怀疑游戏 验自己就一种心跳方式 正是眼这世界 这一切是非都放在我眼前 可是你从不看清楚的妥协 可适合的人群里有多危险 魔鬼的诱惑里你看不见 得不到爱在身边浪费时间 荒谬的雪太快 犯错的一种怀 make it real you'll be alright 振脱所有安排 看情绪环徘徊 make it real you'll be alright What if we fly to the sky you will be fine Just try to fly to the sky you will be fine you will be fine 随时间寻找不懂的自己 你曾经也怀疑情不自已 真实的虚假的怎么定义 没关系不在意 你曾经有我方式 你曾经有我方式 make it real you'll be alright Just try to find you 快信太犯罚的人走 just make it real you'll be alright you will be fine 失去的怀疑 i放肆一次痛 why make it real you'll come your eyes you'll be alright 好正的柏童 好好听的make it real 当然是我们本地原创的作品 卫生局、工联、苦联、民众、新清协的诊所都可以免费检测外资病 现在的时间是 晚上7点50分 宏理保险 你的退休策划专家说你知 现在天气是 西温气温6岛摄氏20度 相对湿度98% 预测明天天气都比较潮湿一些 气温是介乎20至24度 相对湿度85至100之间 继续Happy Together 星期五的晚上有我李心仪 有他们五月天 然后呢 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 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 我开心了或是心痛的 然后呢 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吗 除了回忆撕裂的某些时刻 情形还有眼泪中的苦涩 但那些昨日依然缤纷成 他们都有我细心似乎痊愈 也许你还记得 也许你都忘了 也不是那么拥有了 也不是那么拥有了 无论是后来故事 无论是后来故事 怎么啦 也要让后来人生 还有记得 有人生 有了 也不能有旋径 有了 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心的幸福把遗憾包成 就这么照着未来掀起了 有最多的不舍 也要狠心割舍 别回头看我 亲爱的 是期待后来的你能快乐 那这是后来的我最想的 后来的我们依然纠正 只是不再并肩了 这个字的人生追逝了 无论是后来故事做本了 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着 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 谁就能看到 你真的幸福快乐 在爆出另一刻你留下了 在哪里另一个我微笑着 另一个我们还是爱着 代替我们又恨着 如果能怎么想就够了 无论是后来的 无论是后来故事怎么烂 也要让后来人生精彩 后来的我们我期待着 你谁就能看到 你真的自由了 近来五月天的 后来的我们 每个小周末 星期五晚上七点到八点 在凡梁的都市里面 让我们一起放下急促的步伐 享受便黑凌静 澳门电台 Happy Together 我是李心仪 出场今晚节目 最后一首选到的作品 周柏豪 一个小时 Happy Together的节目 时段来到尾声 下星期 应该是那时一次了 《阳爱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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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爱高飞》